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东这个刚刚结束了一个文革图片展 这个图片展呢这个不是说把几百幅图片捏到一块文革当中的事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是这样一个含义 现在呢这本文革图片展的小册子 这个可能每一位手里边都有了 希望你们请各位有时间仔细的一幅一幅图的翻过去 包括里边的文字看一下 我们是很大胆的对文革重新做了一个结构 就是整个文革五十年过去了 在文革五十年这样一个节点上 没关系 躺开了 没事吧 没事 在文革五十年这样一个节点上 如果我们不能超越1981年的官方的历史决议 给出一个足够的这个这个恢复到正常人的正常的历史观的一个一个历史解释 我们觉得作为自由知识分子 我们有点对不住五十年这样一个节点 因为我们已经都六七十岁了 如果这个六十年的时候这件事还没有一个解释 还是陷入一个每天的一个深入的精致的历史主义的个案的追踪 而不能给出一个宏观的叙事重新的叙事的框架 这是觉得我们没有等于我们丧失某种历史责任 所以呢我们试图完成这样一个历史责任 打不开这个图片没关系每个人手里多远 对每个人手里多远 这个我们要说的我们对重新做的历史结构的结构 是说我们把整个文革归纳为毛泽东执政以来 他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源流的一次集中表现 他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源流 他自己说的很清楚 我在美东的若干会议上我也说我特别奇怪 我们的海内外这么多学者 为什么这么忽视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总结 他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句话过去很多年似乎被人遗忘了 那么今天看什么叫马克思加秦始皇 他们共产党的话语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 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而毛泽东非常简洁的说 这就叫马克思加秦始皇 什么意思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直到发展到列宁主义 斯塔林主义的集权主义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集权主义 和中国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相结合 集权主义和中国古典的专制主义的结合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或者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是文革的发生在这之前很多年和它当中文革当中十年 以及之后仍然在流传 仍然在实行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加秦始皇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号 不是说左边是马克思右边是秦始皇 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秦始皇 不是的 我用一个比较粗俗的一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杂种 它成了一个 马克思是骆子 秦始皇是马 不是说错了 马克思是驴 秦始皇是马 马克思加秦始皇生出来的 所谓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 是一头骆子 这头骆子 经常表现出秦始皇的特色 也表现出马克思的特色 这才是中国的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那么文革我们做了什么建构 文革上层十年的内斗 基本上可以把它描述为 在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理想主义 乌托邦的那个标准下 但是按照秦始皇的原则 中国专制主义的原则 选择一再选择接班人的一个过程 选一个废一个 选一个废一个 为了选择一个毛认为 不是当代赫鲁晓夫 也能坚持他的乌托邦理想的 同时呢 对他的这个这个后来后世 有安全感的这样的接班人 为了选这样的接班人 先废掉一个他认为不安全 可能是中国和鲁晓夫的 然后再废掉第二个他认为不安全的 再废掉第三项王后文这种不成绩的 天天喝酒扛不起大粮了 等于是私底下给江青领包 然后 再选择他 尽可能选择选来选去 最后被迫下入 泄入了一种 几乎于家臣 和血缘家族的这样一个接班集团 今天有人放了那张照片 就是毛去世以后 那十个人 年龄结构的核心集团当中 而其他人 包括华国锋 是当成顾命大臣 来辅佐他这样一个血缘家臣的 这样一个接班集团 他以共产主义的理想 以及大公公司号召众人 他最后被迫一点一点的 哪怕是被迫 或者有某种不情愿 他走向了一个所谓家天下的一个结局 那么整个高层内斗 我们的文革图片展的第一部分 就是说 他认为刘少奇 已经不符合他的 这个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 也不符合他的 这个未来身后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 是一个埋在他身边的地势炸弹 他要把他引爆 要把他打倒 而且非常残酷地把他弄死 那么之后选上的林彪 他认为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紧跟他后面举了小红书 似乎是很忠心耿耿 但是九大就已经发生了分歧 至于他是不是 事先预谋 把他作为过渡发 这个我们暂时不敢说 这个有这样的史学研究 咱们会上也有这样的谈法 但总之是 他把他选定成法定接班人 但是最后还是把他废弃掉 他逼死 逼走 逼死 然后选王洪文 然后这个 最后刚才我说的那样一个结局 所以我们文革图片展的第一部分 是说他更接近于秦始皇的部分 但是我要插一句 毛泽东这个人 不仅融合了秦始皇的极权专制主义的 中国最古典的秦制的那些东西 它是个基本的框架 他身上还融合了朱元璋 农民造反领袖 他把所有的农民造反领袖 都当成自己共产党的祖先 无一例外 所有的中国农民造反领袖 在当年的教科书里面 都是我们共产党的祖先 都要学习 那么他更像朱元璋 更像胡秀泉 带着某种邪教色彩 他身上当中是融合了 这样一些帝王的因素 同时他还融合了中国古典人物 比方说水湖传当中的那些个人物 甚至大观园里的贾宝玉 当他身边美女如云 然后列车上到处都是陪伴的时候 他在中南海里面待着的时候 他也会发出很多贾宝玉史的情怀 同时他又融合了 中国古典文学苏空的情怀 他说的我无法无天 身上有很多猴系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 年轻时候的无政府主义者 然后真正执政以后 他是秦始皇秦治的真正传人 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是秦治在2000年之后的 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他达到了秦始皇 未能达到的高峰 秦始皇只是皇帝是人 毛把自己当成了人和神 他变成了半人半神 这是我们文革图片展的第一部分 那么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 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而不说斯大林 是说马克思的那套 无产级专政那套东西 源头都是马克思 那么后边我们有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文革大屠杀 我们首次说文革 实际上可以类比于纳粹大屠杀的阶级大屠杀 他所造成的后果要涵盖 柬埔寨的灾难在内 他的规模 他的手段之残忍绝不亚于纳粹大屠杀 毛泽东是一个在20世纪人类史上 跟希特勒不相上下的杀人狂魔 这一点是必须在文革50年当中给予指出的 那么请大家自己看文革图片展 我不再解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屠杀 积极大屠杀 就是说毛认为 整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 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是需要有资格的 这个资格后来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当中 让很多人力图达到的 就是差不多是雷锋那样的人才有资格 无限忠于领袖 同时打工无私 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你没有资格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那怎么办 事先把你杀掉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执政之初 都按比例杀人 10%或者更多 都有这样的历史 中共建政之初也是这样 然后杀了这么多人之后 杀了几百万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 前军政人员以及 然后还有他们的子女 又认为他们的子女会有某种变天的可能 他们会怀恨在心 所以把他们变成贱民 到文革的时候再次屠杀他们 一而再再而山地屠杀他们 所以这个普列汉诺夫 曾经评价列宁 有一句经典的话 他说列宁为了把一半的俄罗斯人 拖进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 他不惜把另外一半的俄罗斯人杀掉 这才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本质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就讲文革大屠杀 第三部分我们讲 他既然要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新社会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他的乌托巴 是包含着中国古典的那些个 上古时代的那样一些个 包括善让制度啊 包括那样一些个特色在里面的 同时呢又有某种景田制式的那种 那种公社制度的因素在里面 同时有东方的来自俄罗斯的农村公社那些东西 也有共产主义这些东西 它是混在一起的 整个他要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的经济社会 和这个民间社会 这个民间社会之所以不能实现 在1959年失败之后 他自己的总结 他绝不可惜死了那么多人 他说之所以没有实现 他自己脑子里边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那个那些吃大食堂的时候 那么多农民 在听说要搞大食堂之前 把自己家里边囤的粮食 囤的猪肉 囤的油 统统都吃光 甚至把自己的家产 船都砸成这个船板卖掉 然后到了农村大食堂 又去胡吃海河 一般生产队存的粮 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多月就把生产队的东西吃光 全都胡吃海河 那说明农民的思想觉悟很糟糕 所以他不停地念叨 文革的时候念叨 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自产力 所以他文革的真正的思想目的 是要把所有的人改造成 符合记录他共产主义天堂的那样的人 就是雷锋 林彪给他树立起来的雷锋 雷锋真正的特质 不是那些个什么 全民权 一权 因为人民服务啊 爱护老百姓啊 做好事 不是 离雷锋的第一个特使 是无限综艺毛泽东 读毛主席话 听毛主席就好 这个话 做毛主席好 就是改造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一场 毛式革命 这是 所以他在这个基点上要 不仅要杀掉 大屠杀掉那些不符合这个资格的人 同时要砸掉那些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 创造他的新的文革文化 所以会有破刺咎 我们说的第三部分 所以会有第四部分 他在文革当中闹出一大堆滑样的东西 什么八个样板西啊等等啊 包括武器干笑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只是一天杀战家乡 都跟这件事密切相关 最后一个部分 到手第五个部分 我们说他同时要建立一个经济模式 这个经济模式也是乌托邦式的 从58年大约进的时候 他要超英赶美内心当中 是要追赶苏联 因为要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头把教育 他要追赶苏联的时候 你自己还是新民主主义怎么办呢 所以他放弃新民主主义 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才有资格去赢得国际共运的头把教育 但是他失败 他失败刚才我说的总结 是因为农民的小生产意识 要通过文革这样一套东西 改造了人民的思想 建立一个只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宁要社会主义草 不要资本主义苗的 限制资产积极法权的经济模式 同时就用这样的模式 去反腐败反蜕变 包括干部的腐败和蜕变 但是他自己 就是当年中国最腐败的那个人 存款过万的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存款过万的 全中国八亿人民 只有毛泽东一个人 全国有十几个别墅的 只有他一个人 放纵自己老婆在钓鱼台 包一个大楼 整天腐败的 只有他一个人 给他自己的女友 走后门上大学的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毛泽东说 文革是多么清廉的社会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文革也是相当腐败的社会 以当年的历史标准 那么最后 我们一个部分就说 文革同时有它的国际化效应 它要建设一个 红彤彤的新世界 要毛泽东能够当 全世界的红色领袖 所以他在法国 在香港 在日本 到处都闹了文革 而且出钱 出枪 出粮 出人 最极端的 就是柬埔寨 屠杀了柬埔寨 120万到170万人 占那个国家人口的七分之一 完全是中共预谋 所以文革绝不及 是中国的事 它是一场国际灾难 所以我也说 它是一场文革大屠杀 这是我们整个文革图片展的 全部逻辑 但是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文革图片展的最后 列出了所有人的名单 就是应该落实到个人 到底有谁 应该为文革负责 从高层那些人 当然还没有列完 里边包括周恩兰 那么最后 在这个文革图片展 逻辑之外 我还要强调一个逻辑 我自己的 没有列进文革图片展 我说有三个文革 一个文革是1964年开始 到1966年516之后 之前 这两年多 彭真当组长的那个文革 那个也是毛同意的 但是基本上是刘邓路线 这个路线的文革 后来被毛否定了 以他 这个 谁说到 八月份的再革命 真正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派 那个文革 替代了第一个文革 但第一个文革非常重要 因为联洞 老红卫兵 跟第一个文革密切相关 他们是第一个文革的 发起者 参与者 也是今天 文革卷土重来的 真正的根源 他们今天 不是要回到毛的文革 打倒自己 而是要回到 刘邓的文革 刘邓的文革是什么 坚持 高举毛东思想伟大旗帜 然后坚决打击思想右派 然后经济上十度放火 这就是今天 重新卷土重来的文革 而不是毛的文革 而是刘邓的文革 是第一个文革 第二个文革是毛的文革 第三个文革是华国锋 后来延续两年的后文革 这是我的基本结论 谢谢各位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